这边的话我说相关的说 第一个大概就是清单 我们在建立在甲班 第二个的话就是利用 去抓取那个个别的 其实先从第一行 这个慢慢演变成后面的回圈 那这个我想蛮重要的 这个这个 那第三个就是说 这边有个补充 如果你要用正列 一般其实其他的语言 可能在撰写的时候 会把资料放在哪里呢 放在正列里面 那其实你想说 老师那为什么你这边 放在这个地方 其实我本来也是放在正列 不过后来我发现 放在正列对一般同学来说 其实理解上面会比较不容易一些 为什么 因为你如果把清单放在记忆体里面 那记忆体实际上你是看不到 摸不到 也不知道在哪里 但是如果你只是把它放在Excel里面的话 你是看得到 会比较直觉 OK 但如果说将来 其实其他的语言 比如说Java好了 你就没有像 Java就没有像Excel Excel VBA 我觉得它很棒的地方 就是说 它本身就可以储存资料了 也就是说你将来有一些资料 你干净就存在你自己Excel里面 那你用完你可以把它删掉 你可以把它删掉 比如说这一栏 你可以把它删掉掉 没关系 那用法其实跟用阵列 其实没什么两样啊 OK 所以这个是Excel里面一个很强的优点 那如果说当然你想说 老师那如果我想用阵列来赚写 怎么赚写 我这边有个补充 如果有兴趣的同学可以了解一下 怎么样用那个阵列来做那个移动 其实很简单 不外乎就是说 第一个建立一个阵列 OK 那阵列的话实际上就是array了 这个array的话 它存在于哪里呢 存在于记忆体里面 那这个地方当然我就是定 特别注意哦 定的话是宣告 如果你宣告一个 后面加一个小瓜糊 表示它是一个阵列 OK 那其他的变数都不需要宣告 但是在VBA里面很特别 它如果是阵列 一定要宣告 如果你不宣告 还不能使用 OK 特别注意哦 其他变数都不用宣告 只有阵列需要宣告 这个比较特别 好 第一个 那阵列呢 这个上面是跟 这个什么了 跟VBA要一个空间 我要一个空间哦 但是我现在还不知道多大 反正我现在要一个阵列空间 有点像我要一个空间 底下的话是隔间 array的话意思就是说 我今天有个很大的空 很大的房子 但是我现在隔成几间 我不知道 什么时候会知道 我后面呢 反正一个个住进来 比如说这边有13个阵列 那一进来 它就分割成13个 也就是 意思就是 上面是宣告 宣告我要跟 记忆体要一个空间 然后慢慢去切割 切割 反正一个进来就切割 切割 刚好最后切出来就13等份 类似像这样的 然后就把资料放进去 放在哪里呢 放在记忆体里面 OK 好 那放进来之后 这个其实就有点像是在记忆体里面的清单 不过见证列 有一些关键字 可能要特别注意 它如果是特别是array 后面的话呢 记得第一笔资料 逗点 第二笔资料 逗点 第三笔资料 一直到这 这边因为是 因为这个太长了 所以我把它 空白加底线 enter一下 把两行当成同一行 OK 空白加底线 这个应该前面有讲过 好 那这样的话呢 我就可以把每个资料放进去 特别是放进去的话 它就是零 所以如果你要抓到 第一笔资料的话 就是my shit刮符 里面放个零的话 抓就是抓假班 一就是抓乙班 OK 所以那个正列的话 它的编号一定是从零开始 那所以呢 我们将来 for i 等于零到十二 那零到十二不就是 刚好就抓到它的位置 OK 所以也特别注意 我拿我来demo一下 给各位看一下 第一个 那执行到这边 先中断 停在这里 那你会想说 老师这个非常抽象 那如果有没有什么方式 可以让我比较知道 里面到底放什么 有个简单的方法 如果你执行过 对不对 它也建立了 你可以在这个my shit上方按右键 这边有个所谓的新增监看式 这个监看式 主要的用途是什么呢 就是看一下记忆体里面 到底放什么 OK 记忆体如果你没有监看式的话 你根本不知道 所以其他语言开发的时候 没有这个东西 真的有时候还蛮不容易理解到 放什么东西 所以学习语言 最头痛就是 很多都太抽象 那如果你要具体一点 那这个功能 你不知道也没关系 反正它还是存在 新增监看式 按个确定 这个时候各位可以发现 它底下会帮你 新增一个监看式 这边有个加号 里面就告诉你 里面到底放了什么东西 所以my shit 0 是放假搬 my shit 1 放一半 那应该清楚多了吧 所以呢 如果你以后建了一个阵列 那因为你不知道放哪里 它是放记忆体里面 如果你要看的话呢 它不像说Excel Excel的话 反正搬过来就看到了 如果你要看的话 它就放记忆体 就按右键 新增监看就可以了 然后那我们来看一下 for 0 就是假搬 移动到before shits 那我要移动到哪一个 0加 诶 有没有 后面是加1 上面是什么 上面是减 诶 本来是减1 为什么 因为我们从上面 是从2开始 这边是 从0开始 ok 所以我们这样把它移过来 诶 假搬 有没有 以搬 有没有发现 诶 底下都移动了 所以第二个补充了 就是利用阵列来做移动 当然这个方式的话 以结果也是一模一样 不过 当然理解上面会比较不容易理解 不过这个地方还是给各位 就是补充说明一下 两个方法都可以达到你要的目的 那不过你可以试情况来决定 到底你觉得哪一个方法 对你这样来撰写 会比较有帮助一些些 接下来的话 就有同学说 老师我平常工作用的比较多是什么 按照比划排序 那什么方式 假设了 因为你会发现我们的清单 是按照我们原来的顺序排序 但是如果你按照比划排序怎么办呢 其实也有两种解法 一种是先手动把它排序 ok 先手动排序之后 因为其实很简单 你就是在这边清单 你资料里面不是有一个什么呢 有个排序吗 然后他会帮你自动帮你把这个范围选起来 然后呢 有标题记得要打勾 因为上面有标题 然后呢 你这边一样是按照这个清单的值 去做什么 A到自己的排序按确定 那你会发现呢 他自动帮你把笔号少的放到上面 笔号多的笔号多的放在下面排完了 这个时候呢 如果你再去实行刚刚的